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 三大指数今天反弹得很厉害 那么小盘古也很厉害 主要是纳斯达克长得很多 这个昨天呢我们有提到过 就是说呢这个市场不是不排除那种可能 道琼斯因为前两天道琼斯很强 道琼斯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突然换成纳斯达克又很厉害 也很难讲这个行情 今天呢我是把道琼斯给卖了 因为我之前一直只有道琼的期货 我把道琼的期货给卖了 然后日内的时候呢 做过一次做过两次的纳斯达克的 这个期指的日内交易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交易 他们还买了一点点小小的中概股的期权 我觉得呢我的观点和昨天呢 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反转了 我觉得是反转 但是呢不太清楚 他会怎么个涨法 因为我昨天就预计这个市场可能会有灰彩 我以道琼斯为例 我觉得市场呢可能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会有直接有灰彩 然后震荡之后或者双底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再继续往上走 最后的方向呢应该是反转去 继续往上走强 但是呢我也没有想到今天市场也会一下再往上爆拉拉了这么长时间 那其实不管怎么样 哪怕说是今天的向下回踩 然后再整理几天之后再往上涨 那种情况下呢 我会等一等再把我道琼斯卖掉 如果今天有回踩震荡的话 我会等一等上来 我再把道琼斯卖掉 那么如果说他今天直接上来的话 那我一看好像是走得非常的急 我就今天呢就把道琼斯这个期货我就给他卖了 目前我是不持有任何三大指数的期货或者是期权的仓位 我呢会认为市场是反转 但是我还是和昨天的观点差不多 就是这个上涨之路呢可能未必会平坦 可能还会因为某条消息 在刷大阴线或者说是轻微的震荡或者怎么样 然后今天收盘前呢 我和会员们的想法就是说 我认为明天呢继续大涨的可能性很低 出现大阴线的可能性呢也比较低 我会倾向于明天是一根中性的线 中性的一根震荡的K线 至于中性是你说涨个百分之零点五 还是跌个百分之零点五 这个就不是很重要了 主要是对于这个上升过程当中的一个局部的小小的修复 那目前30分钟呢 道琼斯是来到接近了前期的这个压力点吧 35,900差不多的这个位置 所以市场是有点压力的 我会倾向于如果出现回踩 这个是可以做多的位置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就我对明天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观点 我今天也没有开那么多多头的仓位 还是吃仓 前两天的那个行情 只能跟我透露一种信号 就是说你说止损吗 我们就以前两天道琼斯的这个图形来看 你说你止损吧 再往下可能还会再跌那么个一两千块钱 最大的亏损 如果呢你不止损 却有可能看他涨这个六七千块钱 你到底是想不承受任何的风险 就立刻给他止损掉 还是说愿意承受个一千块钱的亏损 花了以后 博一个扛一万块钱的盈利呢 这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和你仓位大小 还有心理承受能力 等等都是花等号的 我很难去给你一个界定 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反正前两天在大盘那么下跌的过程当中 我也没有抄底 我也没有闲钱去抄底 我就是持仓不动 然后今天呢 昨天我也持仓不动 今天呢我就卖掉了一部分的多头 因为我还有Facebook 我还有350股的Facebook 这个在仓位里 但是呢我看今天Facebook的这个图形啊 可是挺弱的 是一个被压制的一个图形 这个Facebook的图 看起来呢不太好看 如果说Facebook能把这个图给凸上去 突破326.75 我倒觉得呢前途会很美好 如果326.75这个地方凸不上去 这个地方啊Facebook 我估计可能还得还得走下跌 双波调整都是完美的结局了 能不能撑住还不一定 300块钱能不能撑住还不一定 反正局部呢我看Facebook是倒压力了 如果这个压力点能突破的话 后市应该还是比较乐观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是大盘 如果明天有大回踩 我觉得我可能应该会去进场抄底 或者说进场去做多 那如果明天继续往上拉升 我可能就会把Facebook卖掉 因为我觉得连拉三天 这个回调的概率会越来越大 大家有没有懂我现在 就是我个人对于市场的观点是什么 这一轮上涨我也没有参与进来 说是抄底或者怎么样 因为前一段下跌的时候 那些多头仓位还都在 我只不过是继续持有的那些多头 大家我看前一段时间问我的大麻 我也是还拿在手里面 我看今天的大麻股呢 就还挺好的 就是至少没下跌 大盘往上涨的时候都没下跌 所以整体吧 说实话今天市场好像也没有下跌的股票了 都是在往上涨 在大麻股还是继续往上看一个反弹吧 如果说明天的市场再涨 涨得很厉害 我也许我会把大麻股我就给卖掉了 我就不要大麻的藏位了 因为随着这个强力拉升越来越往上 再出现回踩的概率就会越来越高 而且现在呢 你真的保不定 突然就出现一条消息 我们的这个病毒啊 发现它这个传染力比较大 市场劈里啪啦又在往下掉 你看我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说 DELTA变毒在欧洲区域用占主导地位 OK这是DELTA的病毒 美国纽约州报道新增8210例新冠肺炎 新增52例死亡病例 这都是今天的数据啊 哎呦还挺悲惨的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报道 新增1312例新冠病毒 还是有风险的 还是市场当中还是有点风险 好 然后呢中盖呢 有一些中盖就今天反含的比较厉害 比如说拼多多呀 长得很厉害 我呢今天就买了一点点小朋友汽车 我买了我买了2300块钱的期权 买了1月份的 反正买的期权就是仓位很低 就假设跌到46块钱跌破了就可以撤退 就是做一个顺势的小座了 然后还买了另一个其他的这个中盖 然后UVXY呢 这里啊 它是破位 它已经破位了 然后重要的支撑 今天早盘的那个支撑 已经是给向下打穿了 早盘这里就很重要 就直接向下起传了 所以今天大盘就单边上行 接下来呢 比较重要的支撑点 分别是16和15 其实如果16这个位置再跌破 UVXY就基本上就就歇菜了 我认为呢 现在已经就是定了 UVXY即便反弹 弹到20块钱左右 也难道难保下这个状态 所以今天的大盘的一个大幅度的上涨 就基本上我觉得可以确认 只要再没有真的其他的那些意外的消息 疫情这种消息突然来影响我们这个行情的话 我是觉得很快我们就会再看点新高 圣诞行情加上明年1月份的整个的这个过渡期 大盘了应该还会再创新高 然后 这中间会有一次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那个时候 但应该是几个周以后的事情了 我们再来考虑吧 现在这短时间之内 我们只要担忧疫情的问题 如果没有疫情的问题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然后呢 苹果继续的往上走高 今天盘中时间 今天我盘中时间的时候 我还卖了一个苹果 在我们的那个Leap商户里面 我卖了一个苹果 苹果盘后有消息 说他和中国签了一个2500万的 多少钱 签了一个 我看一下 签了一个2750亿美元的五年协议 帮助中国投资 商业交易 工人培训 协助发展中国的经济和提升技术 出现了这么条消息 同时呢 苹果还要求他的这个供应商 在11月份到1月份之间 加快iPhone的生产 就是这么几个消息 导致苹果 呃 盘后出现了比较大 幅度的上风 那 我为什么今天盘中的时候 这个Leaps账户 Leaps账户都是买很长线的 我为什么把苹果 又减了一个呢 本来就是一个是锁定点利润 再有一个我觉得如果真的资金要买的话 肯定还是得买一些跌下去的股票 比方说亚马逊呢 比方说 Google啊 我是觉得不错的啊 这个亚马逊的这个东西啊 他呢 昨天打了一个双针探底在200线均线之后 强力拉升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直接反转上去 我就知道如果有回踩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然后我们看亚马逊这里走一个 呃 上升三角 然后最终向上去突破 我觉得亚马逊最终还是一个突破的造型 3800会拿下 去到4000块钱 结果明年二三月份以前这个事情就能办完 我觉得 行 这都是基于今天的市场做的分析 呃 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大家 如果突然出现一个利空消息 明天大盘暴跌 可能我这个观点还在变 那基础分析吗 就是随着市场行情在走 呃 不可能 基础分析也不可能预测到所有的这个市场 然后我的想法里面呢 也不纯是基础分析 还掺杂了一下我个人的 对于市场的想法 或者是呃 个人的偏念吧 啊 我目前对于市场 我就是这么分析的 然后航空啊 这些东西就不用提了 然后这个 这些东西啊 我说的是大时间的看着 大家呢 不要 这个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我们就来衡量 波音啊 或者说达美啊 航空啊 这些股票的怎么样 我们真的要看我说的对不对 他们的长线 咱们一两年以后再看 我们看看一两年以后 这个股票是不是真的就变成了这个位置上了 还是说就变成了这个位置上了 你现在你说从二百六啊跌到了一百二就这么个区间 你到时候真正的一两年以后上这了或者上这的这点这点幅度就都不算什么了 你现在来看的话整个差不多就去年十月份到现在其实横盘呢 那大家细看一下这个行情的话从去年十月份十月份到现在这不就是个横盘吗 所以真正的属于它的趋势还没有开呢 那长线呢 你还是在这个眼光放长一点 然后我们耐心一点看看真的看看长线吧 然后我画一个大的级别的上升通道 我觉得波音会走这种超级大型的上升格局 所以时间还需要大家耐心等待 好吧 我们依然是上看三百的目标 好 谢谢大家